我是淋雨 1713集 没用的混蛋 阿卜勒怒声骂了一句 接着双手用力地朝着司机的膝盖压下去 狠狠地往下一按 轰的一下 整个车子车身猛然一颤 再次提速 轰鸣着急窜出去 这次仪表盘上的指针突然突破了200 因为车子车速太快 轮胎抓地里明显降低 整个车身都不由有一些颠簸起来 宛如一艘在海面上漂泊的船 阿卜勒先生 慢一点 慢一点 安妮整个人瞬间贴在了身后的座椅上 双手紧紧地抓着前方的座椅背 神情慌张地大叫着 她长这么大还从未坐过如此快的车子 只感觉到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 几乎要从喉咙中蹦出来 保护好安妮小姐 阿卜勒抬头 冲后座的两个手下 沉声吩咐一句 双手仍旧死死地压在司机的腿上 身子一边颤抖一边横声说道 我就不信了 一个血肉之躯 竟然能够抛得赢汽车 十几秒之后 她抬头瞄了一眼 驾驶师和副驾驶师的车窗外 两侧都再无人影 这才得意地哈哈冷笑 怎么样 这下她追不上了吧 这个时候司机突然惊叫一声 无比慌张地说道 阿卜勒先生 快住手 快住手 前方没路了 没路了 什么 阿卜勒吓得脸色大变 猛地抬起头来 朝着前方看去 只见他们慌乱之中 驶上了一座正在建设的桥梁 桥梁尚未完毕 在路的中间拦腰折断 而且没有任何用来遮挡的遮挡物 而那断桥下面便是汪洋大海 前方是无尽的黑暗 向极了一张张开的血盆大扣 正等待着吞噬他们 我 我的天哪 阿卜勒吓得面无血色 一边伸手去抢夺司机手中的方向盘 一边大声地吼着 停车 快停车呀 司机此时也是惊骇万分 赶紧松开油门 慌乱地去踩刹车 可是巨大的惊吓之下 人越是着急就越容易出错 所以司机的脚摸索了好一会儿 才踩到了刹车 狠狠一脚踩下去 但是仍旧为时已晚 巨大的惯性 裹挟着车子迅速地 朝着前面段路冲过去 直直地朝着那无尽的黑暗 深随的大海冲过去 整个车内顿时爆发出一阵极其绝望的哭喊声 在死亡的面前 不管是赫赫威名的石油大亨 还是地位尊崇的米国医疗协会副会长 亦或者是身经百战 意志坚定的硬汉保镖 抖一不表现出无尽的惊慌和恐惧之情 但是急速前冲的车子 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惊慌和绝望 有任何的迟缓 仍旧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断桥冲过去 阿卜勒丝声祈祷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车子不断向前 即将冲出断桥 冲入无尽深邃的大海 他感觉心脏几乎都要停止跳动 安妮在极度惊骇之下 大喊淋雨的名字 呼喊着那个被他视作为英雄的人 但是任由他怎么呼喊 也无济于事 车子眨眼间便已冲到了断桥的断面 车头两个轮子嗖地一下 飞出了路面 车子的底盘瞬间刻在地面上 压在地上发出了金属的摩擦声 迸发出了强烈的火花 这虽然减缓了车子的冲击速度 但是车身仍旧是直直地朝前奔去 安妮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眼角溢出了两行泪水 知道这次再劫难逃了 不过在此宾死之际 他眼前浮现的身影 却不是他的父亲 而是淋雨 真可惜 自此以后 便再也见不到何先生了 萨拉娜 永毙了 阿卜勒低吟一句 瞬间眼前一黑 几乎昏厥过去 立马瘫软在座椅上 整个人悔恨不已 悔恨自己争抢好胜 非得和何嘉荣争个高下 结果现在把命打进去了 就在他们即将坠入浩瀚深海之际 大半个车身 飞越出路面的车子 却陡然一顿 仿佛暂时停在了空中一半 紧接着车底发出了底盘 与水泥之间互相摩擦的尖锐之声 阿卜勒心猛地一跳 他挤进垂死的心脏 瞬间迸发出了一股巨大的生命力 猛地跳动起来 脸上也抑制不住惊喜之情 他急忙转头朝车子的窗外 环视了一番 发现他们所在的车子 此时正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牵引着 缓缓往路面上后退 奇迹 是奇迹 珍珠保佑 珍珠保佑 一定是万能的珍珠 听到了我们的鸡道 司机和两个保镖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失声痛哭了 只以为是他们的真主救了他们 在如此雷霆万军之下 也只有他们的真主救得了他们 啊 合 是合 一定是合 安妮看到这一幕之后 也同样欣喜若狂 第一时间便猜到 一定是林雨救了他们 金属摩擦之声持续传来 很快 整辆车回到了桥面上 同样也宣告着 阿卜勒等人彻底恢复了安全 众人紧张到跳出来的心 这时才终于咽了回去 原来生与死之间 向来都是鸿沟俱合 向来只是单一的一线之鸽 合 安妮一把推开旁边 内面的保镖 迫不及待地拉开门跳下车 朝着车外面跑去 接着便看到 一个面容清秀身形销瘦的西装男子 正笑眯眯地望着他 温文尔雅地道歉 不好意思 刚才突然窜出来一个小狗 干扰了我一下 让你受尽了 刚才阿卜勒他们的车子加速的时候 林雨跟着加速 并没有被甩开太大距离 只不过他万万没想到 这时从路边树中 窜出一条流浪狗 正好经过他的前面道路 他知道 以他这迅猛的速度 要撞上那狗 那狗便直接长川渡烂了 所以他赶紧翻了个跟头 将面前的小狗躲过去 不过就是因为这个小插曲 让原本持续加速的他 煞时间慢了下来 而等他再度追上的时候 才发现 安妮和阿卜勒所乘坐的车子 已经不知不觉 驶向了一座新的断桥 所以他立马加速冲过来 在车子即将坠入深海的刹那 铁钱般的手猛然出击 直接击穿了后备箱的铁皮 抓住了后备箱锁扣的位置 运足了力气 将车子生生拽了回来 我就知道是你 我就知道是你 安妮一时间喜不自禁 快跑两步张开双臂 双腿一曲一跳 便朝着林雨扑过来 林雨愣了一愣 他下意识地张开双臂 便将安妮接在怀中 安妮两只胳膊紧紧搂住林雨的薄像 两腿紧紧地夹着林雨的腰 一个劲儿地兴奋大叫 我早就猜到你能够做到 这世上也就只有你能够做到 经历过死亡惊吓之后的安妮 情绪格外激动 而她对林雨的满腔爱慕之情 也如水漫溢 情难自已 所以才做出这种举动 丝毫不介意跟林雨之间的身体接触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